近两年一到夏天呢 咱们看到连衣裙里最流行的一种款式 就是所谓的法式茶蝎裙 它的前巾是一个裹身的设计 再加上一些碎花和泡泡袖的元素 当然呢今年还是有 可是看多了还是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趁着当下的打折技 咱们来看看今年的流行趋势和时髦人们的街拍 所以本期帮大家整理的就是 这个夏天最流行的连衣裙款式 和搭配灵感 首先还是夏天的一个永远经典的印花裙风格 这些年呢很火的小碎花图案当然还在 可是这个夏天呢 一个大火的流行趋势 就是看起来更加明媚大气的大印花图案 包括在款式上呢 也有更多大荷叶边啊 深V啊 泡泡袖啊 还有宽摆长裙这种非常女性化的元素 这种印花裙呢 简直就是夏季专属 而且无论你平时是什么样的风格都不会冲突 比如Kendo平时很喜欢穿Zero那种极简风 可是夏天印花裙在它身上的出镜频率也很高 这种新款的大印花裙呢 在And Other Stories就可以找到很多相似款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日常裙装来讲性价比很高的品牌 而且当下刚好是一个很给力的年终折扣季 很多新款都在打折中 那像Kendo这种V领的带点泡泡袖的宽摆印花长裙呢 在这一季的新品中就可以找到好几款 比如这件粉色的印花 我觉得这件其实反而更适合日常 它的颜色非常的温柔 很夏天明媚活泼的感觉 领口是有一个适度的深V 前巾有一排很秀气的米色的小纽扣 另外这个版型呢 它还有一个橙色浅紫色的印花和正红色的一款 都是非常特别很有夏天度假感的长裙 那看多了小碎花的朋友们呢 今年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更大气的风格 近几年呢一到夏天满大街都是泡泡袖 很多泡泡袖呢因为它的面料比较硬挺 而且形状过于明显 所以穿起来呢反而会有一点显状看起来怪怪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泡泡袖完全不需要那种很drama的形状 但我需要它起到一个修饰手臂线条 遮一遮大臂肉柔的作用 比如这种程度 它是一个适度放松的感觉 在遮肉的同时呢 还不会在视觉上加宽和加厚肩膀 所以会更日常 而且它的面料是比较丝滑的 带有垂感的 穿起来也会更飘逸 但如果你是溜肩身材的女生呢 泡泡袖大一点 反而会让头肩比更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 来选择泡泡袖具体的大小 夏天除了适合穿 亚麻质感的透气面料呢 丝绸断面质感的面料也非常受欢迎 它在很轻薄的同时又自带光泽感 所以穿起来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提亮肤色的效果 很显高级感 这种裙子的设计灵感呢 是来源于丝绸的睡衣吊带裙 所以非常的精致和性感 当下这种很热的天气呢 就可以直接单穿 搭配一个平底的凉拖 室内空调房里边 再外搭一个亚麻的衬衫 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那如果你觉得吊带的领口太低 不太方便的话呢 就可以参考这种船领的设计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领口的 它的路幅度呢会刚刚好 而且也很修饰脸型 那我看到another stories 还有另外一款也是非常适合 夏季的断面裙 它是一个很显白的丁香紫色 这种浅紫色呢 也是近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色调 包括像秋冬的针织啊 开衫啊 穿起来呢都非常的显温柔 提亮肤色 那这件呢它是一个背心裙的设计 完全可以单穿 像模特这样搭配一双平底的凉鞋 或者凉拖 就是一个很清爽干净的搭配 天气稍微降温之后呢 断面裙还可以作为叠搭 比如像这样 直接在外面披一件oversize的西装外套 用中性风的单品 和比较性感的女性化的单品 来一个中和 正式或者休闲 最终取决于搭配的鞋子 比如一字带的凉鞋 就更适合比较正式的场合 平底的人字托或者乐服鞋 就会让整体更有休闲感 甚至今年还很流行 裙子跟球鞋的搭配 它会更有随性感 所以断面裙的适配度是很高的 不会局限在特定的某一种风格中 小白裙在夏天呢 也是一个衣橱必备 它看上去没有特别的图案和花色 就像一块白色的画布一样 刚好在五颜六色的夏天里面呢 显得非常的简约和清爽 今年各大品牌的春夏秀场上呢 都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的恋衣裙 可是在简约的白色上面 往往都会有一些别致的裁剪和设计 比如像这种腰间挖空的设计 还有比如罗伊威呢 它加入了马蹄莲这种花朵和植物的元素设计 还有迪奥这种有一些复古感的 露空和蕾丝的元素 白色的脸衣裙呢 在夏天也是最容易穿的好看的单品 日常生活最方便的搭配就是和风格简洁的 单色凉鞋或者平底鞋搭配 比如这几个look呢 都是来自2023年纽约时装周上时髦人们的街拍 那比起那些用力过猛的穿搭呢 白色连衣裙的造型 反而会给人毫不费力的简洁时髦感 那Another Stories今年的新款当中呢 也可以看到各种版型和面料的白色连衣裙 比如这件呢 它在整体宽松的版型当中 上半身加入了一些褶皱的设计 宽松的同时它会有一个高腰线的形状 这条从正面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优雅的 甚至有一点保守的中袖长裙 可是大家请看它的后背 有一个深V的设计 而且腰间呢还做了一些褶皱还有珍珠的装饰 非常的别致 像当下已经差不多到了夏天温度最高的时候 所以亚麻面料的连衣裙会更透气更凉快 比如这件无袖的长裙 它是一个大方领的设计 那比普通的吊带裙看起来呢 会更有精致感 联衣裙上的荷叶边呢 如果太多就容易显得俗气 但这个荷叶边呢 是不多不少差到好处的装饰 而且和纯净的白色搭配起来 就不会有那种过于甜腻的效果 露空的风格呢 也是今年的一个潮流 一般呢它都是针织的网眼 但是因为都是棉线的针织 所以不会像那种毛衣针织的厚重感 大家请看今年春夏秀场上各大品牌的一些露空裙 它会有半透明的感觉 所以非常适合在海边度假的时候 或者穿在比基尼的上面作为一个外搭 那像这些呢都可以在another stories找到相似款 比如这件呢我看到很多国主都有穿过 是非常容易断马的一款 但目前我看到它正在打折中 那这件呢它是一个纯棉和天丝的针织 所以是比较轻薄非常适合夏天的面料 这件它还有一个黑色的铜款 它是比较显身材的一个风格 另外还有一个针织的短款 这个就是比较可爱的风格了 林口呢有一圈针织勾花的装饰 这种3D花朵的装饰也是今年的一个流行元素 那像模特这样搭配平底的凉拖 再加一个马尾便 就是非常少女减铃的风格 年终打折季刚好是在6月7月的样子 所以很多今年的春假新款呢 都在打折当中还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连衣裙呢确实是一个很方便 不用花心思专门搭配一套就能出门的夏季单品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也给大家的连衣裙选择一些新的灵感 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啦 这里是刚货妈妈的Hot Tal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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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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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